注意看 这里居然有两个五岁的小赛罗 他们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我的妈呀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刚刚 小赛罗准备出去找小伙伴玩的时候 哎呀 好累啊 终于到了我们的游戏基地 不知道别的小奥特曼来了没有 咦 这不是小泽塔的迷你小飞机吗 难道他那么快就做完作业 来找我玩了 小子可以啊 待会我也要开他的飞机玩玩 我去找他 正好我有一个好玩具想跟他分享呢 可万万没想到吧 这时的游戏基地已经很热闹了呢 他们殊不知这里即将发生危险 小赛罗走到门口的时候 就听到了小奥特兄弟们的谈话声 重点是 居然还有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小赛罗便顺势躲了起来 悄悄观察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是他的奥特兄弟们 正集中在游戏基地院子里玩耍 我的妈呀 居然还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小赛罗 正在给大家讲着什么 他们一起快乐地玩耍着 包高了 肯定是有人假冒我 而且我的这些兄弟们 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他们肯定遇上危险了 小赛罗内心纠结了一下 还是决定和假冒的那个小赛罗 当面对峙 揭穿他的谎言 兄弟们 这个是假冒的小赛罗 你们都被他骗了 千万不要相信他 也不知道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才是真正的小赛罗 大家赶紧给我一起打他 赶他离开光之国 真是个大笑话 你才是怪兽假冒的吧 冒牌货竟敢跑到我家里来骗我的兄弟们 没看见 我正和我的兄弟们玩得很开心吗 你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 不然对你不客气 我的丧的好兄弟 你们倒是为我说句话呀 你们不会真的认为 我是假的吧 他不是真的小赛罗 你们要相信我 不信 我就叫地球的小伙伴帮我证明 小伙伴们赶紧扣三朵小鲜花 告诉我的兄弟们 我才是真正的小赛罗吧 真正的小赛罗和我们玩得好好的 你这个冒牌货突然闯进来 信不信我的兄弟们一起揍扁你呀 赶快走吧 对的 你这个后来的小赛罗 一看就是假的 我们和小赛罗可是好朋友 你这个假小赛罗快走吧 还在这里打扰我们玩 我们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你这个帽牌货 听清楚我的兄弟们跟你说的话了吗 趁我们现在心情还好 你赶紧识相点离开这里 否则我们便把你打出原形 快回你的怪兽村吧 太离谱了 你这个假冒的竟然这么猖狂 竟然还把我的兄弟们骗得团团转 真的是气死了 不信我就算了 还跟他一起玩 算了算了 不管你们了 我真的太伤心了 你们爱和谁玩就和谁玩吧 就这样小赛罗被气走了 离开的小赛罗漫步在路上 心中十分郁闷 虽然嘴上说着不管他的兄弟们 但是心里还是非常担心他们安危的 最后他还是决定去找神秘四奥来帮忙 奥特之王 大事不好了 你们几位快跟我走吧 其他三位小奥特曼有危险 此时四位奥特曼正在准备融合奥特勋章 糟糕 小赛罗这样大喊大叫 会让他们分身 会影响他们融合最强的奥特勋章呀 小赛罗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融合勋章吗 你这样大吵大闹很危险的 别着急 慢慢说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特之王 有人冒充 我约了其他三位小奥特曼一起玩 我担心我的兄弟会有危险 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奥特之王 融合勋章失败了 还可以再来 但是小奥特曼有危险 那就是大问题了 我们赶紧停止融合勋章吧 赶紧过去瞧瞧 万一真有坏蛋就糟糕了 此时 小奥特曼们 已经被贝利亚抓回 他的老窝关在笼子里了 原来 刚才的小赛罗 是黑暗炸鸡变的 又是贝利亚的阴谋 可恶 小奥特曼们非常后悔 相信了假冒的小赛罗 此时 洞外的贝利亚 不停地嘲讽着他们 真开心 又抓到几个小奥特曼 我要把他们关在这边一万年 还要天天帮我洗臭袜子 我还要利用他们收集 小朋友的爱心能量 我就不信了 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再 对我扔狗头了 知道了没有 这边奥特曼们也赶到了 小赛罗说的游戏基地 但是他们眼前的景象 并不像小赛罗描述的那样 根本就没有冒牌货 也没有小奥特曼在这里玩 小赛罗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这里哪有什么冒牌货小赛罗啊 再说 也没见有小奥特曼在这里啊 你下次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谎话哦 否则我就要惩罚你了 小赛罗平常可以开玩笑 但是小奥特曼的安全 可不能拿来开玩笑啊 下一次再骗我们的话 就要打你屁股 奥特之王 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们要相信我说的话呀 我从来不会骗人的 他们刚刚确实在这里的 咦 这不是被小黑吗 只见他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貌似有什么急事要说 小赛罗 我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奥特之王也在这里啊 实在太好了 我过来就是跟你们讲 我发现我被老爸不对劲 好像和黑暗炸鸡 带了好多小奥特曼回怪兽村 糟糕 原来又是被老黑出来捣乱了 看来小赛罗说的是真话 其他小奥特曼有危险 快赶紧出发 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 不一会儿 奥特曼就赶到了怪兽村 朝着放铁龙的山洞方向跑去 贝利亚 你竟然又干起了坏事 这洞里的小奥特曼们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哎呀我去 几位奥特曼大哥 我肚子有点痛 我先去拉一个臭 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好你个被老黑还想跑 站住 今天要好好教训一下你 不一会 剧情来了的大反转 关在笼子里的 竟然是被老黑和黑暗炸鸡 哈哈哈哈 小朋友们赶紧给他们两个扔狗头 还把他们的丑照 发给你的好朋友一起看 别呀别呀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啊 太丢人了 小奥特曼们都被解救出来了 贝利亚和黑暗炸鸡 也被关在里面面壁撕过 我们今天都要向小赛罗道歉 我们冤枉了他 他说了真话 而我们却不相信他 让我们一起发送八朵鲜花 安慰安慰他吧 注意看 这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 格力乔正在家里睡觉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原来是杰德给他打来了电话 喂 是杰德奥特曼呀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情吗 格力乔不好了 我老爸练成了黑暗分身术 他正在集合分身 准备一会就去你家里抓你 你现在赶紧走 或者快出去神秘岛找正在修炼的赛罗吧 只有他才能保护得了你 杰德 你爸爸特意来抓我做什么 他不是改过自新了吗 难道 难道他又想来光之国捣乱了 还是又想抓我回去当你们家的保姆 是的 时间来不及了 你赶紧离开 不要在家里了 因为就凭你是没办法对抗我老爸的黑暗分身的 你赶快去神秘岛找赛罗 好的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相信光的小朋友就给杰德奥特曼发送三朵鲜花吧 我现在就去神秘岛找赛罗哥哥 系统 系统请把我传送到神秘岛去 系统提示 由于你最近人气下降 没有人相信光的小朋友支持格力乔奥特曼 无法获取小心心能量 暂时无法开启传送功能 什么 这个紧急关头居然没法传送 系统 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 格力乔主人 系统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可怎么办 你们在外面守着 注意不要被格力乔溜出来 我先进去把格力乔抓起来 赛兔子正在神秘岛修炼 只要赛罗不在家 小小的格力乔好对付 格力乔你在家吗 我要把你抓走去当我的保姆 天天帮我洗臭霸子 让赛兔子找不到你好好难过难过 什么 什么 岂有此理 格力乔竟然跑了 他肯定会去神秘岛找赛罗 求助了你们快跟我来 这里是去神秘岛唯一的路 我们就在这里等待格力乔过来 我今天一定要抓到他 否则我们这次的计划就要泡汤了 格力乔主人 等一下 系统 怎么了 我感应到前方有黑暗能量 应该是贝利亚的黑暗军团在附近 系统 这里是前往神秘岛唯一的一条路 我只有通过这里才能找到赛罗哥哥 他们人多 我又过不去 我该怎么办 主人 你可以用赛罗奥特曼叫你的奥特曼歌曲 吸取小星星能量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 就能打开空间传送之门 系统没有用的 因为现在都没有人喜欢我了 我唱的歌没有小朋友喜欢听 也不会点赞收藏 更加不会有人给我点小星星能量帮助我的 所以我再怎么唱都不会接受到小星星能量的 格力乔主人 你要相信自己 你可是人见人爱的格力乔 肯定会有人帮你的 加油 好吧 那我就试试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去找赛罗哥哥了 让他回来收拾贝利亚 再见了小朋友们